立法會辯論將防止賄賂條例的規管範圍 擴大至行政長官的侮辱促力議案 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強調 要擴大條例的規管範圍必須要符合基本法 政府完成研究之後會適時啟動立法程序 邦德偉報導 現時行政長官雖然受防止賄賂條例規管 但部分條例並不適用 2012年由當時的終審法院法官李國能領導的委員會 建議將防潰條例第3和第8條的適用範圍 擴大至行政長官 有議員在立法會提出議案 要求政府盡快落實有關建議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強調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一直重視廉潔 對任何建議都持開放的態度 但認為如果擴大防潰條例的規管範圍 必須符合基本法要求 以及研究有關的問題 在完成之後將適時啟動立法的程序 我必須強調 目前已經有法律規管行政長官的廉潔問題 並不存在行政長官的行為 不受法律規管 現在都三年多 就來四年了 人生有多少個三、四年 在他落任前都沒什麼希望可以做到 有議員就同意政府需要時間詳細研究 否則會濃厚反絕 亞洲電視記者黃迪偉報導